我今天站在那个舞台上 我是向我女儿告白 向你女儿告白 为什么要泪流满面 我就想要我女儿知道 妈妈和我有多么的爱的 希望她坚强的能活下去 你感觉女儿活不下去 头几天我跟她妈妈 无意之中在电脑上发现 看了她自己录的一段视频 还有在孤儿院 想给咱俩找一个孩子 当时看着我心很难受 我们先看一下 这视频里面到底描述了什么 好吧 这孩子为什么要拍这段视频 来一起来看一下 好心美的女儿郝爽 被查出重症白血病 两年来为了治病 郝爽看着父亲变卖家里的房子 糖尿病的母亲因为停止服药 眼睛已经接近失明 为了不再拖累父母 郝爽悄悄录制了一段视频医住 老婆老妈 哈喽老婆老妈 看看这这孩子可爱吗 你们肯定不知道我在哪里 我在两年福利院呢 快看这些孩子多可爱 宝宝宝宝你叫什么名字 奶奶 你今天几岁了 三岁了 帮帮她好吃吗 好吃啊 老爸老妈 看这宝宝可爱不可爱啊 羡慕见我小时候 快看见她睫毛长长的 多可爱 你说你好啊 你说你好啊 侯爽在决定放弃白血病治疗后 偷偷到福利园 寻找一个和自己相似的交迷孩 希望自己去世后 这个福利园的孩子 能代替自己陪伴在父母身边 给失度的父母带来欢乐 重新组成一个完整的家庭 以后我不在了 你俩一定要好好的照顾自己 那明现在的经济状况怎么样了 有外债吗 有 因为花了酒治疗 花也挺大的 所以我和我想孩子 只能为了不想拖累 我和他妈妈 就想放弃治疗 那你今天到这来 想要跟女儿说什么 我就想告诉她 她 就是我和她妈妈的命 让她知道 我和她妈妈有多么爱的 就希望她能 坚强地活下去 我就希望大压能帮我 圈圈的女儿 你就看VCR当中 她女儿那个爽的那个笑脸 你看她给她自己父母安排的这一切 我就觉得待会女儿要是出来 你这么哭是不行的 因为你看你们家 现在就是这个样子 你待会再哭哭泣泣 这女儿大概是举不起声的力量 好吧